缅北惊魂夜 在缅北的黑暗角落 一场深入人心的惊心动魄的事件正在发酵 四大女魔头的阴谋即将崩溃 缅军直升机急速离开老街 引发了无尽的猜测和关注 这不寻常的动向是否意味着正义的时刻即将降临 白英兰和魏荣 这个被戏称为嘎妖子组合的女恶棍是否即将面临审判的时刻 本文将深入揭露他们罪恶的本质 让读者真切感受到罪恶与正义的较量 白英兰 嘎妖子女魔头 白英兰 老街四大女魔头之首 被誉为嘎妖子女魔头 她的手段之残忍已经令人胆寒 以高薪工作为二 白英兰将受害者引诱至绵北百圣集团电炸园区 成为她邪恶计划的一部分 这个园区竟然是一个电信诈骗的巢穴 受害者不仅遭受肉体虐待 更被用作敛财的工具 白英兰和魏荣被称作缅北最强嘎妖子组合 但是白英兰的手段比魏荣更加残忍 白英兰和魏荣他俩身材妖娆 面貌美丽 可是却手段毒辣 罪行涉及电信诈骗 器官交易等 让许多国人身受其害 白英兰专门以高薪工作 去缅甸找老婆等手段 骗取底层打工人 到缅北百圣集团电炸园区 主要欺骗手段 包括什么有一个高薪工作 在国外做游戏客服 只要和游戏玩家聊聊天 就可以赚八千块钱一个月 对方还会发一些招聘单位 办公室图片 各种大厦办公室 诱骗女孩过去 但是一旦被害者到了缅北圆区里 不服从的人就会坐水牢 在水池里待一天 没有吃任何东西 饿了只好低头喝水来冲击 同时 腿上都是各种水质 爬着找个位置吸血 经过几轮水牢虐待的人 几乎没有不敢不听话的 最后 他们自己也会成为园区的犯罪工具 和敛财工具 第二名魏家的女儿 魏蓉掌握着最臭名昭著的 亨利集团和亨利艺术团 专门利用互联网短视频 欺骗年轻人 而且 魏蓉的欺骗性很强 把自己伪装为成功女企业家 把老街伪装成经济正在腾飞的热土 还利用亨利艺术团演唱我国歌曲 穿着唐装拜年等等方式 欺骗年轻人 到缅北亨利集团电炸园区 魏蓉精心设计了各种各样的骗局 通过高薪打工 到处都是美女 美丽风景 假冒的远征军人 打感情牌 进行欺诈 那个瓦帮网红李赛高 就是魏蓉精心打造的 伪装远征军后代身份 又骗中国人负眠北赌博 从事电信诈骗 直到血奴事件 才暴露出李赛高的真实身份 白英蓝是嘎腰子 魏蓉最喜欢血奴 这是一对女魔头 魏蓉集团把已经炸不出钱的受害者 当成人肉造血机 有逃出来的被害者表示 因为发现她是血型式 而H阴性O型时 就将它当成血液供应站进行牟利 每隔45天就要被抽血 约1500毫升 而更恐怖的是 犯罪团伙还贩卖人体器官 曾有多名网友爆料 他们将公司内不听话的员工器官贩卖 白英蓝精心设计各种欺诈手段 以游戏克服 高薪工作等诱骗方式 将无数人引入陷阱 一旦被困在缅北园区 受害者遭受无情的水牢虐待 不仅饥寒交迫 更遭受水质的吸血折磨 这个女魔头 竟然将受害者血型 作为血液供应站 每隔45天抽取大量血液 用于敛财 更可怕的是 他们竟然贩卖人体器官 将公司员工的器官 当成商品进行交易 这样的罪恶行径 让人不寒而栗 魏荣 亨利集团的之王者 另一位魔头魏荣 掌握着亨利集团和亨利艺术团 是缅北最臭名昭著的罪犯之一 他巧妙地运用互联网短视频 打造了一个欺骗的网络 专门针对年轻人进行欺诈 通过演唱我国歌曲 穿着唐装拜年等手法 他将年轻人引诱 至年北亨利集团电炸园区 魏荣的欺骗手段高超 将自己伪装成成功女企业家 老街伪装成经济正在腾飞的热土 他甚至打造了虚假的网红 如瓦邦网红李赛高 通过伪装远征军后代身份 引诱中国人负面北赌博 从事电信诈骗 这个犯罪集团的手法层出不穷 让人大开眼界 朱仙美瓦邦的恶行 瓦邦的女恶魔朱仙美 对中国人展现出最为狠毒的一面 她嫁给瓦邦瓦联军总司令 鲍有祥的侄子鲍军龙 以此为基础 对中国人进行残酷的欺诈和剥削 朱仙美每天炫耀奢华 穿梭于缅北地区 欺骗着憧憬财富的年轻女性 瓦邦瓦联军总司令 鲍有祥的侄子鲍军龙 娶了一个云南女人就是朱仙美 但是这个朱仙美对中国人最狠 朱仙美最喜欢欺骗年轻女人 到缅北进行压榨 朱仙美每天穿着名牌衣物 和价值十几万的包包 炫耀自己的荣华富贵 还喜欢穿着军装到靶场开枪 树立自己独立女性的人设 以大量欺骗憧憬着价格缅甸军阀 矿主发大财 过上荣华富贵生活的女性 到缅北地区 朱仙美制造了大量瓦帮网红 通过能歌善舞 会讲故事的俊男美女 描绘缅北的岁月静好 吸引潜在的国人赴缅北 原本富力堂皇的赌场 在疫情期间经济困顿后 演变成了一个犯罪的温床 赌博升级为诈骗和割妖子生意 显示了朱仙美及其团队的罪恶本质 结果这些被缅甸爱情文学欺骗 准备到缅甸嫁给军阀矿主发大财的女性 一进入瓦帮就被控制起来 从事非法活动 朱仙美从他们身上疯狂敛财 而且朱仙美还制造出很多瓦帮网红 利用能歌善舞 会讲故事的俊男美女 自身经历 才以拍成短视频 描绘出岁月静好的缅北印象 吸引屏幕后潜在的国人到缅北地区 最早的时候 瓦帮的赌场兼得富力堂皇 但疫情期间旅游业萧条 赌厅内门可罗雀 赌博产业进行不下去 当地人员一拍脑袋 将赌博升级成诈骗产业 先是骗人来旅游 引进赌场 让人输得金光 不得不走上欠债还钱的道路 后来瓦帮进一步升级 开始进行电炸和割妖子生意 白英改 老街的另一位恶魔 老街白家的小女儿白英改 是这场最恶行径中的另一位恶魔 他不仅指挥保安大队 虐待不听话者 更以其丈夫曹强立为伍 专门欺骗老年人的积蓄和养老保险 以慈善为名义 白英改将打工人骗至绵北 使他们成为犯罪团伙的工具 果敢同盟军已经包围老街 通缉令发出 四大女魔头难逃血债血偿的命运 在正义的追求下 罪犯团伙的阴谋将迎来末日 然而在这场罪与罚的较量中 是否真的能够还给受害者公正的正义呢 果敢同盟军的围剿 果敢同盟军的行动 如同正义的使者 终于将罪犯逼入绝境 他们的包围行动 不仅让四大女魔头感到害怕 更揭示了整个罪恶帝国的腐朽 通缉令的发出 意味着这场罪行的曝光 已经不可避免 而罪犯们将面临血债血偿的命运 在缅北惊魂夜中 果敢同盟军的勇士们 正在迎来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他们的行动 不仅是为了制止四大女魔头的罪行 更是为了还给受害者一丝希望 一份公正 这场追击是否能够实现 以暴制暴的正义 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 正义的终结 四大女魔头的下场 四大女魔头在恶行曝光后 如同溃败的军队一般 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缅军直升机的逃离 成为了他们罪行即将水落石出的前兆 白英蓝 魏荣 朱仙美 白英改 他们的下场是否会是审判 监禁 还是更为严重的惩罚 这成了所有关注者关心的焦点 这四位女魔头的行径 已经触碰到了人类底线 社会公义呼唤着对他们的制裁 然而 正义是否真的会战胜罪恶 是否能够从根本上 扭转这一罪犯滋生的恶性循环 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 四大女魔头的下场 或许只是正义追求的开始 而非结束 正义之处 正义的代价 在正义的追求中 我们是否真的能够避免 过于极端的手段 果敢同盟军 是否会因为打击罪犯 而陷入自己的道德泥潭 正义的追求 是否可能成为 另一种形式的压迫 这些问题让我们 深陷在道义和实际的较量中 正义的代价 往往不仅仅是罪犯的牢狱之苦 更可能是社会秩序的动荡 和道义的扭曲 果敢同盟军 是否能够在追求正义的同时 保持理性和公正 是一个摆在他们面前的巨大考验 在追求正义的征途中 他们或许也会遭遇到 更为棘手的道德抉择 让整个事件的结局 更为扑朔迷离 结局之争 罪恶的终结 还是无尽的循环 在四大女魔头的罪行曝光后 社会开始讨论 这样的罪行是否只是个案 还是他们只是一个更为庞大 无法根除的罪恶体系的冰山一角 正义的追求 是否真的能够终结罪恶的循环 还是他们只是一个更大阴谋的一部分 结局之争让我们意识到 打击罪犯并非终点 而是一个更为艰巨的起点 要实现社会的真正正义 需要对罪恶的本质 进行深刻反思 更需要从制度 教育等多方面入手 消除罪恶的温床 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争议之处或许就在于 我们是否能够坚持走到最后 我们是否能够